大家好,我是Vivian,我是Jello Mello的創辦人 香港其實又潮濕又熱 親子餐廳就是家長一個很好的選擇 可以讓大家去見面,可以遊玩的地方 其實生了小朋友之後 我也去過不少的親子餐廳 或者一些玩家去玩過 我跟我先生都覺得 其實外面的親子餐廳或者一些玩家 都比較多是可能要是純玩 不多的地方可能是有個很大的地方 給小朋友玩之餘 亦都可以讓爸爸媽媽或者一家人 可以在那裡吃東西 可能有些是會分開了 一個是吃東西的地方 或者是一個地方就是玩 會比較少一點是兩樣是放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覺得不如我們自己帶來一個地方 我們去設計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都考慮過一個因素 其實就是爸爸媽媽 他們幫小朋友去教派對的時候 其實他們一定是會想找一個地方 可以容納到多人 亦都是有東西吃和有東西玩的地方 之外其實很多的地方 去給爸爸媽媽去拍照都是非常之重要 我們都會想找一個地方 有很多的入光 還有樓底亦都是非常之高 拍照去到哪裡都是可以很漂亮的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我們那個設計 都是用一些比較簡約一些的風格 你會看到是用白色和綠色為主 給人的感覺都是比較舒服和發達一些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對親子餐廳的理解 都可能會覺得是放在小朋友身上 我和我老公就很想去改變這個想法 就是覺得親子餐廳的食物是一般 好玩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就覺得不行 因為其實爸爸媽媽都一樣是我們的客人 小朋友都是我們的客人 所以除了好玩之外 我們都會想野食環境那樣東西 都是符合爸爸媽媽的要求的 我們都會著重在野食方面的水準 放很多心機去想那個餐單 怎樣可以爸爸媽媽來到 或者甚至父母的朋友 大人他們都會來到的時候 都會很享受這裡的野食 而不只是看著小朋友玩 我們開了餐廳 大概一個月左右 發覺其實是一個可以給不同的人 不同的家庭去認識和交流 我覺得是把人和人拉近了的一個地方 當大家在這個環境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是有同一個身分 大家都是爸爸都是媽媽 所以很自然地他們的共同話題 就已經有在這裡 所以其實他們不需要怎樣去建立話題 他們本身已經是可以很自然地可以做到朋友 所以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大家可以去看到 如果您可以找到一個家庭就知道 大家可以去進行